被认定参与了2020年击落乌克兰客机事件 10名伊朗军人被判刑 最高的判了10年 其他的判了1到3年 判的也够轻的 造成重大的问题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-800 从伊朗、德海兰、霍梅尼国际机场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但起飞不久就被击落 机上有167名乘客、9名机组人员 无疑生还 遇难者主要是加拿大、英国、瑞典和乌克兰四国公民 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 是被伊朗军方非故意击落的 人为错误指挥无能 存在着一系列的失误 他们认为是个敌对的飞机就给打下来了 这种类型的这个国家就是这么混乱 不过他和大毛子不太一样 大毛子死不承认 他们还算承认 可能要换这个 换点谈判码 换点其他的什么东西 反正这个国是个神棍国呀 不是个好地